9月19日刘嘉玲 关芝林 荣祖儿 陈展鹏和单文柔等一众艺人 在湾仔会展出席东周刊15周年庆祝午宴继香港经典品牌的板奖礼 目前强台风山竹吹席香港 嘉玲姐指当天需要到内地工作 未免受到影响只好提前一天出发 而一直担心家中的两株爱树在台风中也幸好无事 说到中秋节怎么庆祝 嘉玲姐表示已经约好老公梁朝伟去外地登山看红叶 今天是陈展鹏及单文柔公布婚讯后的首次结伴参加公开活动 两人表示婚礼的筹备工作也在有序进行 展鹏又言对于婚礼细节不太懂而感到有些紧张 我就有点紧张了 因为我们安排的事情也是蛮多的 还有就是其实结婚这个内容啊 对我来讲其实有很多我都不是很懂 所以现在好像上学一样 一边学一边慢慢去做好安排 提及两人突然宣布结婚令不少人都猜疑是否凤子成婚 温柔对此传闻就做了否认 并自嘲减肥不够成功 我好像去年的时候已经有人问过我是不是有晕啊 然后那个时候今天又在问我是不是我还减肥的不够 没有这个问题是明年都会 每年都会 都会问一次的 我会很紧张 所以你千万不要胖一点 会怎么样 对吗 这个标题是这样子的 读者会看得很开心的 但是我相信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所以没所谓 非凡娱乐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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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